12月13日上午,9000人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和平集会,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5周年。 75年前的12月13日,清华日军攻陷南京城,对中国平民、战俘进行了长达六星期的大规模屠杀、抢掠、强奸等战争罪行。 纪念馆就建在当年万人坑遗址上,也是在这里,江苏省南京市各界人士,悼念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5周年仪式,即南京国际和平集会举行。 集会的广场上竖起灾难之墙,播放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视频资料,和平的花儿、紫荆草、日本紫荆草和唱团歌声在现场响起。 人们一早从寒风中赶来参加悼念仪式,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、遇难者家属、抗战老兵,也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。 实施者,七力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,全市火车、轮船、汽车同时鸣敌。 千人在纪念馆内树立,敌手默哀,安魂曲响起,武警战士手持花圈,缓步踏上祭台,各界人士向遇难同胞进献花圈。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,说子清,今年依然出现在集会广场。 他说,这几年看到的老面孔已经越来越少了,心里其实有些难受。 遗憾的就是我们新增在,还有两个人不到,现在也是注定的,都八十几岁,九十多岁了,都慢慢的就去世了,很遗憾。 来不及了,不及了。 谢谢大家